这个牙套妹已经留级五年了 但作为学渣的她 其实是一个用刀高手 她缓缓摘下笨重的眼镜 露出排列整齐的大爆牙 然后一刀刺入眼前男人的身体 刀尖一条 血迹便喷射成一条线 看到牙套妹特殊的刀法之后 男人瞬间反应过来 不久前男人的师父被人暗杀 墙上也留下了相同的血迹 看来杀死师父的人 就是眼前的牙套妹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牙套妹提着刀缓缓靠近 男人只能边躲边退 一个花瓶砸到了牙套妹的身上 但好像并没有给她造成伤害 反而让她更加的兴奋了 她一把抓住男人的脖子 然后单手帅气换刀 男人低头躲过攻击 却不慎撞倒了花架 牙套妹趁机将刀刺下 但却被男人死死接住 眼看刀尖就要划破男人的胸口 此时一个女人及时出现 利用防狼喷雾吓碎了牙套妹 男人这才得救 在回去的路上 男人说自己叫林默 是一个游走于黑夜的青道夫 专门替一个叫做笑脸的组织工作 这个组织隐藏在黑暗中 专门以年轻的女人做诱饵 利用女人吸引富豪 结婚之后 组织便会派人将富豪暗杀 让女人顺利的继承遗产 最终 女人再将这些遗产 转移到一个叫做笑脸的神秘人的账户上 而那些被杀害的富豪 则会被像林默这样的青道夫处理干净 他们会把案发现场伪装成自杀 以此来逃避警方的追查 多年前 林默在一辆废弃的火车上 果然发现了自己的师傅和搭档 在处理一具尸体 但当时还是孩子的林默并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还把尸体遗漏的耳环交给了师傅 师傅看出了林默特殊的天赋 并收了林默做徒弟 多年以来 林默一直在帮笑脸组织处理尸体 但他也一直在调查自己的身世之谜 在林默四岁的时候 他曾亲眼目睹父母惨死 而杀他父母的凶手手臂上 纹着一个Q的英文字母 多年来 为了调查Q的真正身份 他一直在暗中寻找线索 但就在最近 林默却突然被警察定上了 根据以往笑脸组织的联络方式 林默接到任务后 便立刻尾装赶往现场 期间他巧妙地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 来到案发现场之后 他就发现了不对 之前组织让他处理的尸体 基本上都是亿万富豪 但现在床上的这具尸体 却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不禁如此 林默处理的另外一具尸体 不仅手动高明 甚至就连死者的身份 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私家侦探 这并不符合笑脸组织的一段作风 而就在林默准备处理作家尸体的时候 林默却已经包围了这里 又在警方要破门而入室 里面传来了窗户破裂的声音 而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 被声音吸引的时候 林默却从后门逃了出去 根据现场遗留的气味 和一张花店的名片 林默找到了花店的老板娘玫瑰 当一进门 林默就被老板娘的角色容颜深深吸引 但林默并不知道 这个老板娘一点都不简单 她在林默喝的水里下了迷药 然后将她带进了密室审问 而另一边 警方也通过附近车令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了林默的真实身份 并且准备全程搜捕 女人喝了一口陌生男人递来的咖啡 很快 她便发现咖啡里被人动了手脚 在男人坏笑之下 女人很快没着知觉 再次醒来时 女人发现 自己已经被人轮流侮辱 并且施暴者还威胁女人 自己已经给她拍了视频 如果以后不按照男人的要求去做 男人就会把视频发到网上 绝望之下 女人便只能答应了男人的要求 在之后的三年中 女人凭借自己的美貌 开始偶遇各地的富豪 然后开始投怀松抱 不少富豪都败倒在女人的石榴群之下 但只要富豪和女人结婚 多则三个月 少则三天 都会死于非命 因为女人受雇于一个神秘的组织 他们以美丽的女人作为诱饵 和富豪结婚之后再杀掉富豪 然后让组织的青道夫清理现场 伪装成自杀 女人继承遗产之后 再通过海外账号 转到一个叫笑脸的神秘人的账号上 但如今 这一套完美的犯罪步骤 却出现了差错 因为眼前的这个女人 不想再受组织的操控了 她绑架了组织的青道夫林默 希望能和对方合作 一起找出组织的幕后黑手笑脸 以此来摆脱组织的操控 获得自由的人生 而林默则因为师傅被杀 也一直想找笑脸偿命 两人一排结合 便开始着手调查 在另一边 警方已经注意到了林默 准备抓捕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而专案组的成员 包括西人警官萨莎 以及档案组的成员 温宋警官 温宋警官作为警局大案室的负责人 掌控了全曼谷人的详细资料 根据这些线索 他们很快便查到了林默的地址 但萨莎警官已经等不及了 他率先赶到林默居住的公寓大楼 但好巧不巧的是 杀手牙套妹也赶了过来 三方人马在电梯门口相遇 一番混乱之后 牙套妹负伤离开 而林默则救了差点醉楼的萨莎警官 为了报答林默的救命之恩 萨莎警官没有逮捕林默 林默和玫瑰二人 赶到之前侦探被杀的案发现场 准备寻找一丝蛛丝马迹 根据林默的回忆 当他赶到侦探被杀的案发现场时 在侦探的指甲里 发现了一些破碎的纤维 还有一种他从未闻过的味道 并且侦探的死法非常特别 这是以色列特工 加马伯都技巧的杀人方式 葡萄人根本就触及不到 因为这是泰国警校的必修客 而且林默还在案发现场 闻到了一股薄荷烟的味道 这种烟是一种廉价烟 而死者抽的却并不是这种 很明显这是凶手的味道 林默大胆猜测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警察 而根据案发现场一流的超市小票 发现侦探的购物清单里有一袋大米 但侦探家里根本就没有盐气 为什么要买大米呢 连想到案发当天下大雨 侦探的手机很有可能被淋湿了 而手机必定有非常重要的资料 所以侦探需要大米吸走手机的水分 但此时警方已经把侦探家里帮空 想要得到手机就必须要潜入警局 于是林默便找到了之前的萨莎警官 希望他能给自己提供帮助 萨莎答应了 但当天晚上却发生了意外 一名警员中途返回警局 发现偷手机的萨莎警官虽然没有被认出身份 但手机的秘密却被警方先一步得知了 而警方查看手机资料时 却发现手机里居然全部都是老板娘玫瑰的照片 并且里面还有一张玫瑰和神秘街头人的照片 另一边 警方破解了之前死亡的作家昆塔的电脑 里面居然藏着一个天大的利益 这个女孩拥有一个神奇的超能力 她能猜透猫咪的情绪 只需要和眼前的猫咪对视一眼 她就能窥探猫咪的内心世界不久前 这只小猫的主人遭到暗杀 而杀人凶手则带着一张诡异的笑脸面具 不久之后 一名落魄的作家也被杀害 而作家的妻子正是临摹身边的女人玫瑰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作家还有另外一身身份 那就是泰国首富的私生子 不久前 泰国警方破译了作家的电脑 发现了这一个惊人的秘密之后 消息迅速传遍了泰国 因为作家已经死了 所以作为作家的妻子 玫瑰拥有着这一巨大财富的唯一继承权 但玫瑰却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 声称自己放弃财产的继承权 得知消息之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玫瑰只是要用这一举动来向林莫证明 自己并不是笑脸的傀儡 不久前 撒查警官把侦探手机的照片发给了林莫 林莫这才明白了一切 原来侦探一直在跟踪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画家 而是作家的妻子玫瑰 或许是因为侦探发现了玫瑰和笑脸的交易 所以才会被人灭口 玫瑰一直都追到作家的真实身份 所以才会联合林莫行动 在除掉笑脸之后 独吞所有的财产 面对林莫的猜测 玫瑰用行动凌断林莫的信任 他来到警局 主动放弃了巨额遗产 但当他离开警局的时候 却被躲在暗处的牙套妹抓了起来 当林莫赶到时 玫瑰此时已经被牙套妹制服 林莫还想宣说牙套妹 加入自己的阵营 打倒笑脸 但牙套妹的变态已经深入骨髓 他之所以杀人 根本就不是因为任务 而是他喜欢那种刀斧刺激肌肤的感觉 他无一意的愿望 就是看着林莫死在自己的刀下 林莫一步步的引诱着牙套妹离开玫瑰 就在牙套妹即将来到林莫身边时 却被早就埋伏好的莎莎警官一枪击毙 在把受伤的玫瑰送到医院之后 林莫决定一定要揪出木耗灰肘俏脸 于是他来到五金店 购买了炸弹原材料之后 并潜入警局 利用炸弹冒出的烟雾 破坏了火警系统 而当所有的警察撤离大楼时 林莫便开始了调查 当警方意识到不对时 林莫已经完成了一切 并且主动被警方逮捕 随后被关进审讯室的林莫 提出想要单独建议下 问送警官 并且关掉所有的监控设备 当问送警官来到审讯室后 林莫突然伸出一只手 问送警官阴沉着脸 直接开始大笑起来 还明显 他现在还不承认自己笑脸的身份 于是林莫便开始了他的下一步推理 问送警官从警起十年 虽然是副警司的职务 但却管理着曼谷1500多万人的 当然是利用女人设局 杀手杀人 清道夫清理现场 被笑脸盯上的猎物 很快就会被干掉 而他的财产 会随着他的遗双 付到海外的账户 遗双也会消失 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 盯上下一个猎物 这是一个有系统规划 激化周密的犯罪组织 而组织背后 一直有一个神秘人操控 并且神秘人从不露面 只通过特殊的指令发布任务 之所以认定问送警官就是笑脸 除了他有成为笑脸的条件之外 林莫从侦探手里发现了纤维组织 经过化验 林莫发现他并不是侦探身上的衣物 所以他必定是凶手的 而这种成分的纤维组织 只能是老牌的汽车坐垫 所以只需要看一下 问送警官车上的汽车坐垫 就能确认他是不是笑脸 而林莫也在问送警官的抽屉里 发现了破口味的香烟 得知一切被揭穿之后 笑脸并没有解释什么 而就在他准备掏出枪 准备解决林莫时 林莫却掏出了一个窃听器 原来之前林莫之所以要关掉监控设备 目的就是要笑脸放松嘴皮 如今门口的警察已经发现了 问送的真实身份 他再也不能躲在暗处了 得知自己失败之后的笑脸 扔掉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官证 随后开枪自尽 当林莫返回医院时 玫瑰早就不在了 后来林莫通过萨莎警官的介绍 成为了唐人街第一神探 唐人的关门弟子 就在唐人赶往美国之后 泰国警方却找到了林莫 需要他协助警方破坏一起大案 好了我是J 唐人街团案剧版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因为后面的剧情 它可能与前面的不太两贯 所以我决定这部剧就讲到这 然后后面的话 我会继续讲更多更好看的悬疑剧 来推送给大家 好谢谢大家